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现在我们今天看一下第14课 The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 那我们首先呢 还是进入到重点的单词讲解部分 我们看第一个重点单词 Forecast 叫做预报 你会发现是这样 Forecast 它呢 英语解释是这样的 Estimate in advance 预想和 预测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重点例句 The scientists have been studying ice to forecast weather in future 科学家呢 是通过研究冰试图呢 来去预报未来的天气 那么在这个词当中呢 因为它本身的含义叫Forecast 它的含义呢叫预报 那么大家注意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的词根 叫Fore 它的含义呢叫做前方 所以在我们中学啊 大家都会学了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是重要的词汇 叫before 前面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个中学的词根 Fore表示前方 还有我们另一个词根呢 也可以表示前面 PRE 也可以表示前面 当然了 它的一个变体叫PRO 一样也可以表示前面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把Fore PRE和PRO 这三个结构呢 三个词根 我们放在一起 给大家呢 总结出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词汇 我们一起去向前看一看吧 它们分别是什么样呢 大家请看大屏幕 Foretail 你想嘛 在前面说 所以顾名思义呢 叫预言 那么下一个情况是这样 叫Forehead Head是头 Forehead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叫做前额 也就是头的前面 Forward 前面说的话 所以叫做前沿 Preward 在战争以前的 所以这个叫战前的 那么下一个结构 叫Prehistoric 那么在历史以前的 所以顾名思义呢 叫做始前的 下一个Prediction 那么Condition呢 叫做条件 在条件以前 但是这个叫前提 Prolong Long的含义叫长 P-E-L的含义呢 叫做前面 把它去继续撑长 所以呢 叫做延长 Propel 大家注意 这个词 P-E-L的意思叫推进 叫推的意思 P-E-L的是前面 往前推 那顾名思义叫推进 Promote Mote 也是推的意思 Promote 往前推 这个叫促进 还有最后一块呢 叫做Prospect Spec 它的意思呢 叫做看 所以你会发现 叫Prospect 的意思叫做 往前看嘛 叫做前景 所以这样一来呢 大家会发现 这些结构啊 它们都是一个词根 表示前面 所以再给大家 做一个复习啊 它们分别是 F-O-R-E P-R-E 和P-R-O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重点单词 下一个重点单词 是这样叫 Speculative 这个Speculative 它的含义叫做推测的 或者叫做预测的 那么我们首先 先关注一下 这个词啊 它的重点搭配呢 是这样叫 Highly Purely 或者叫做 Largely Speculative 它的意思当然指的是说呢 叫 严重 怀疑 或者呢 叫做严重的推测 什么叫做 严重怀疑 或者叫做 严重推测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例句 A purely speculative theory about life and other planets 就是在其他行星上 有生命的 这样的一种 理论的 纯粹的一种推测 也就是讲 在其他行星上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 生命的迹象呢 我们只是 纯粹 就是一种推测 大家注意 Highly Purely 和Largely 它们都可以表示的是 纯粹的 就是完全的是一种 推测的理论 没有任何的实证 所以这个 Purely Speculative 和前方那个Largely 还有呢 我们前方说的 Highly 都可以表示 完全的 或者叫做 纯粹的一种 推测行为 那么现在我们还需要 做另一个总结 Attempt to get something 如果大家呢 想表示 对一个东西 是完全猜测的 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曾经学过 哪些词呢 我们有 Guest 猜 Estimate 预测 Gasper 纯粹呢 是猜测的东西 Speculation 猜测 Speculative 形容词 还有叫做 Conjecture 这个叫 意想 主观意断 或叫意想 它呢 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高难度的词汇 所以我们在 第二个词当中的 Speculative 这个词呢 我们就 讲到这里 好 我们进入到 第三个重点词汇 第三个重点词汇呢 叫做 Deteriorate Deteriorate 它的含义呢 叫变坏 或者是恶化的意思 大家注意 Deteriorate 这个词呢 它本身可以表示 to grow worse 恶化 它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 我们看例句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deteriorating much worse than the last decades 就 就和上一个十年比起来啊 这个环境 现在已经呢 是恶化很多了 什么叫做恶化呢 大家再看一个词根 D D 它的表示呢 叫下降的意思 大家可以想嘛 所谓的恶化恶化 就是要这个情况呢 急转直下 就是要去往下去走 那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和下相关的词 我们看第一个 Subway 地铁 在下面的路 Devalue Value的含义呢 叫价值 Devalue 价值变低 当然叫贬值 World 世界 Underworld 在正常的世界下面的社会 这个当然叫黑社会 Submarine Marine是海洋的意思 在海洋的下方 所以顾名思义 Submarine 潜水艇 Degrade Great的含义叫做等级 Degrade 降级 这个当然叫堕落 Underline Line的含义叫线 在线下面做一个工作 这叫做加下化线 Subconscious Conscious的含义呢 叫意识 Subconscious 在意识下方 所以有人把它叫下意识 也有人把它说成了叫前意识 Descent Send的含义呢叫做落 大家注意 Descent 往下落 所以叫做下降 Underground 这个ground 这个当然叫地了 那么Underground 地的下方 所以顾名思义 叫做地下 而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原始的那个词汇 这个恶化怎么说啊 对 这个叫做Deterate 叫做恶化 所以这些词 大家应该去 关注一下 它的这个重点的词根 就是下方 好 我们继续 那么注意 下一个词汇呢 叫做Turbulent 这个Turbulent 它的含义呢 叫做 大家注意看啊 Turbulent situation of period of time is born in which there's a lot of sudden changes 就是对于时间 还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会有一些突发的变化 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呢 把它叫做 湍流 我们把它呢 Turbulent 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湍流的意思 或叫做 狂暴的都可以 比如像第一块 The Turbulent tim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在法国大革命当中 风云变幻的那个时刻 就是风云变幻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 因为它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那么再往下 He has had a turbulent political career 就是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他呢 是起起落落 也就是讲一点的不稳定 这个状态呢 就属于叫做 Turbulent 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 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些结构啊 是我们前方题的一块 那我们再看 下一个重点词汇呢 叫做Fluctuation 大家注意 我们下一个词会呢 叫做Fluctuation 它的含义叫起伏 或叫做波动 那我们上来呢 就可以去做一道题目 注意看 Fluctuation 它本身的含义啊 叫做起伏和波动 我们下面需要做的一道题目呢 是来自于03年1月份的 六级考试的原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题目是怎么写的 With prices so much 独立主格结构 就是说现在相当于是这样 这个价格呀 是怎么样 很厉害 It's difficult for the school to plan a budget 所以对于学校来说 很难去预测这样的 或做一个预算的计划 大家可以看哈 现在我们有这么四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 Vibrate 这个叫震动 Fluctuation Valctuate 波动 Fluttering 扇动 就比如像鸟扇动翅膀 叫fluttering Spin 这叫晃动 那好 石老师再说一下哈 Vibrate 它的含义叫震动 Fluctuate 这个呢 叫做波动 Fluttering 扇动 就鸟扇动翅膀 还有最后一块叫spin 这个叫晃动 那么我们姑且把正确答案先放一放 我们首先先分析一下这道题目 这个题目啊 就是从我们这样整个的四个答案来讲的 那肯定它所考察的对象是什么呀 它所考察的对象 就是对四种非常相近的动 再去做一个考察 那你想嘛 它们分别是震动 波动 煽动 和晃动 那到底应该选哪个呢 答案他应该选的是第二个 Fluctuating 而Fluctuating 它的含义指的是very 其实准确的讲 应该叫做不停的变化 所以来说 比如我们老说叫 Price is but violet Fluctuating between 20 dollars and 40 dollars 那么我们说 价格是在从20 到40美元 在干嘛呀 叫做波动 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句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school Fluctuates around a hundred 就是学校孩子们的数目呢 是在一百左右去来回的波动 所以简单的什么叫波动呢 就是来回的变化的意思 所以现在我们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就是在我们要去记忆单词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简单的记住一个单词 而应该呢去触类旁通 要和那些相近的词 在一起加以记忆 这样来讲呢 我们才能够去把词汇啊 去学好 同时在考试里面 也能得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分数 好了 我们在第14课的单词和短语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